我早发现了 一山榜水 小河沟 小庙在山头 问菩萨因何道作 叹众生不肯回头 我不敢高抬教化 也无非只擅长山 卖卖风流 这回就给一回 不能多给 你看看 展了一年前 谢谢 这是个有钱人 他戴仨口罩 没戴口罩的都戴上 疫情期间 听相声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安全也是重要的 把我那口罩给我拿来吧 你得保证安全 刚才是我俩徒弟 温客棠 周九良 说的这是传统相手 叫拴娃娃 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 换上我来 刚才主持人 侯震说了 我要说一个 济宫传 也不知以前 您各位听过没听过 有听过的 好 谢谢吧 你看这个走了 是因为他听腻了 你不要让我记住你 大胖丫头 逗着玩 没事 不爱他 我是不爱他 说相声 说书 其实就是跟观众聊天 您各位开心了就好 《寄宫传》是一个传统的节目 我这些年陆陆续续 也说了不少了 好多人都埋怨我 说书不说完了 给人挖坑 也说的我可难过了 你们说的对 坑中自有颜如玉 坑中自有黄金屋 挺好 是个乐趣 这个听我的书 就得有过日子心 《寄宫传》这个故事 发生在十三世纪 中国那会儿正是南宋 寄宫他老人家 现实生活中有这个人 本人叫李修元 出生在1130年 如果活的今天是八百九十岁 过了十二点八百九十亿 我都佩服我自己 这个玩意说书 严谨就在这儿了 不能让人问住了 本人是有这么一位 当然后来啊 经过这个小说啊 典故啊 民间艺人的渲染呢 把他老人家 说成一个神仙 古西天雷音寺 如来佛的弟子 降龙尊者 将士临三 就是觉得天下啊 南宋那会儿刀兵四起 老百姓不容易 让他老人家下凡来 转化为一个滇僧 滇僧啊 就是跟你想象中的高僧 大德是不一样的 你哪个一出来啊 他老人家一出来呢 他一出来你能闻见 他身有味 也不洗脸 也不洗头 也不洗澡 他说嫌水脏 头盔呢 一哈来长都立着 身上都是泥 衣裳也破 哪里破扇 看过电影 电视剧的 您各位都有这个形象 咱们就不多介绍了 之前说技工传的时候 我挖了很多的坑 来之前我在路上还想 我是不是需要把坑 给大家填上 哎呀 想了想去都到北斩门口了 我也没想起来 该填哪个坑 坑太多了 得了 说了哪是哪呗 好在您各位呢 有都是老主公 也没人跟我见外 这个 就从今天说 技工就来了 你看这玩意儿 说书就快啊 说书的嘴 唱戏的腿 唱戏的跟台上 转一圈 就如同走了几千里地了 说书呢 就这一句话 春去东来 一年就过去了 快 不能莫粉 莫粉让人笑话 技工来了 上哪去呢 他出家是在灵隐寺 出了灵隐寺 往东走 拐过弯去 就是一趟很热闹的街 在街口这儿 有一小酒馆 两口子开的 姓张 这男的就喊他老张 家里还一媳妇 媳妇 挺款式 两口子跟这儿 做买买 也没有什么 乘桌的酒席 也没有 反正眼前的菜 能够一炒两个 喝点酒 拍个黄瓜 弄个花生 切点卤菜 干这个 这个罗汉爷 跟他很熟 今天来了 往这一坐 先把鞋脱了 他那个鞋 其实也不叫脱 就是一甩 因为什么呢 前面张嘴 后面没根 坐在这儿 搓自己的脚 一边搓呢 一边跟老张聊天 常听这个故事 人都知道 这罗汉爷 嘴里说话不利索 常年不刷牙 嘴里黏 搓着脚 跟老张聊天 买买的挺好啊 老张跟他认识 是 托您的福 生意还不错 你得注意点卫生啊 你这饭馆 饭铺 闻着有味 您脱鞋之前没味 我 我 我 你确实说话 怪野人的啊 没有您那野人 行行 给我弄点吃的 您坐着吧 我给您烫午酒去 老张烫酒去了 老张这媳妇过来 碰 老汉爷 有日子没来了 我那个 想让您给我们看看 第一是生意不好 第二 最近我们家 可能不干净 是不是有脏东西啊 你说说怎么的了 坐那凳子 哭叉就折了 往床边一坐 哭叉就折了 上我们家阁楼 哭叉一下子 梯子就折了 是不是闹妖精啊 你这个娘们儿太胖 哭 您这叫什么坏啊 不是 你瘦下来 就都解决了 不是 你看 我是瘦不下 我现在我都 我都自己摸不着肚脐叶 那么也是 那我能帮你 我给你做法 两种 一个是简单的 一个是很复杂的 哭 您说吧 怎么能简单 简单就是 我替你摸肚脐叶 怪害臊的 我得自己 你看我现在 我够不着肚脐叶 我得自己摸才行 那我给你做法 做法你做别动啊 好像他不是这么念啊 我念这有烧烤的味儿 我哪知道怎么念 念了一句咒语 啥了老张的媳妇 陆汉爷 这什么意思 我给你做法了 你现在伸手 你俩手 肚子一边 多给你变出一肚脐叶来 好不好 你现在趁仨肚脐叶 老张媳妇气的 那管什么用啊 不要什么肚脐叶干嘛 你看这神仙 杨二郎就三只眼 三只眼就撒肚脐叶 干什么用这是 你给我弄点吃的 我一会给你聊聊 这正说着呢 尤打这边 跑了一小伙子 二十来岁 就这张脸 一点人色都没有 没有血色 走到这店门口 趴在这儿 还有别的吃饭的呢 门口还有人呢 都愣 过来拿手一摸 这鼻子这儿 没有气 吓坏了 哎呦老张老张 老张快来快来快来 你们两口子快看看 你们这店门口死人了 老张过来了 媳妇也看看 两人直抖了手 干了 这买买怎么干呢 对吧 你这个店门口死人了 这个玩意儿 就说跟咱没关系 你处理这个事儿 也会很麻烦呢 都傻了 老张也傻了 这媳妇也傻了 旁边就有那聪明人 老张 那意思 活佛在这儿 跟罗汉爷说说 老张赶紧过来 罗汉爷 你看这个 这怎么办 不是您 我怎么 不是您没事 这个 这个呀 对对对 您多收莱 多收莱 给他爷 变俩肚气眼 他变俩不管用 他得变一身 就算是乱枪打死的了 一身的枪眼 不是 罗汉爷 您看这怎么办 我这买买没法干了 这这这 切开了 我来 我来 过来了 拿手啊 在这死人鼻子底下摸了一下 死了 是我们都知道 都知道 都知道啊 你看这怎么办 保安啊 别喊 你看您有办法没有 佛法无天 您让人家受累 行 小哥哥家住在何方 光机躺下地冰凉 贫僧渡泥西天去 死到别处 又要何方 起 说着生气 这死人 站下来 冲着急功 抱拳拱手 转身奔这边 登登登登登登登 走了 老张一聊 医生就跪下了 我谢谢您 您是给我 捡了多大的麻烦呢 我给您磕一个 你起来 起来 别 别 不用 不要紧 你啊 其实刚才我就想告诉你 你命中 有这么个麻烦事 但是呢 我看着你要发财 你现在去趟 清波门 清波门是杭州啊 西边的城门之一 你到清波门买一个猪头 他那儿有一个卖猪头的 十五斤四两 把它买回来 我送你一场荣华富贵 听见了吗 哎呦 我这我不指望发财 你快去 快去快去 哎哎哎哎哎 那我先溜达溜达 一会儿回来 我吃你们家这猪头 罗汉爷站起来 往外就走 奔这边溜达 两口子得商量啊 让咱去买猪头 买不买十五斤四两 说买回来 一场荣华富贵 买吧 买可是买下了 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了呀 这胖媳妇说 不要去哪 你看我这儿 摘下一簪子来 银簪子 你先拿这个去 人家要钱的话 就把这个先给人家 多退少补 把猪头拿回来 看活佛说什么 老张呢 这儿去买猪头 罗汉爷出了门 往这边溜达走了 没多远 这儿有一个卖药的 这小子三十来岁 站在这儿 哎呀 那个没勺眼角都会说话 列位列位 我起个事 这跟前就围着不少人了 看着他 我起个事 就我这个药 跟您各位说 最侧的东西 都是琥珀珠 合出来的药 全是好东西 百病全治 我要是说瞎话 天打五雷轰 罗汉爷就站在身后 听着他这儿说 我说瞎话 天打五雷轰 技工点点头 轰 花音刚落 就这雷 在这竹子的边 啪一声响 光荡就坐地上了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这个年头说瞎话 都不容易啊 买药都全跑了 就剩下一日跟这儿哆嗦呢 急功乐了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骗人 我没敢骗人 还没敢骗人 没骗人 雷怎么响呢 你说你那个药里边是珍珠和琥珀做的 真有这两件吗 我跟你说实话 我妈叫珍珠 我爸爸叫琥珀 他俩在家拿切膏做的这药 所以我觉得我说话不可能 你少来这套 我可告诉你 再说谎 你可是一场人民官司 把你卖那钱都给我吗 不是你怎么还抢我 这废话啊 给你消灾免货 打他身上 把卖假药的钱 拿过一包来 为什么拿他的钱 厚文书是有用处的 这时候告诉他 你得学好 不能坑人害人 把他打不走 再回来 要吃炖猪头肉 买去了吗 真买去了 老张到这清泊门外 十字路口 正好看见杀猪那儿 肉架子上 放了一猪头 过了一位 这个多少斤 刚要完 十五斤四两 就是他了 我要了 好嘞 拿钱来吧 我没带钱 我这儿有一簪子 我拿这簪子 先押给你 回过来 咱们再算 哎呦 你等我一会儿 说了声 你等我一会儿 捂着肚子 肚子不舒服 等我一会儿 鞋对棍不远 叫谁厕所 老张转身就奔厕所 到厕所方便 完事站起来 一系裤子一抬头 抢手一大钉子 钉子上挂着一个 黑布的 拿手摘起来 一掂量心说 这里不是什么呀 也没往心里去 就拎出来了 这一出来 外边没人 你也给付儿一看 好家伙 全是银子 上等的雪花银子 哎呀 我的天哪 我 我 我这是谁的呀 看看周围没人 正着急呢 买猪头都过来了 哎 你先拿走 我那个差不多了 就剩一猪头了啊 那个想着明天 咱把账再算一下吧 差多差少再说 哦哦哦 好嘞好嘞好嘞 好嘞 先回去吧 拿着猪头 拿着装钱这包 回家 来到家里边 媳妇还等着呢 买来了吗 买来了 买来了 买了 快快快 进来吧 把猪头找一喷线泡上 又把这打开了 你看看这个 哎呦 现在 买猪头还送银子 你闭嘴 那买卖还干得了啊 猪头多少钱 送这么些 你哪来的你 我在那儿捡的 我在那儿一出门 厕所 把这事一说 媳妇坐那儿就愣了 往好处说 罗汉爷说了 有一场荣华富贵 往坏处说 这是谁的呀 这俩人心眼不错 你这样吧 我说老张啊 你回去再问问吧 你说呢 万一人家施主跟这儿 又哭又闹的 是不是啊 要实在找不着 咱们回来 再问问活佛怎么办 你说的也对 那我去 拎着银子又回来 走到差几步到厕所这儿 一敲厕所这儿 围着一帮人 有人说了 哎呦喂 这是谁上吊了 老张就愣了 啊 上吊了 登登登登 几步倒进去 分开众人一瞧 厕所里边 哇这一位 人都凉了 怎么回事呢 一问呢 跟前有人说 不知道呢 来这么一主 刚才跟着又擦眼泪 又跺脚的 说银子丢了 完事上吊就死了 你这事闹的 也不知道是谁啊 那算了吧 大伙都这么说 老张一身冷汗 打人群里边出来 上哪去呢 先回家吧 啊 来到家 他跟这罗汉爷 一块来着 激攻打这边过来 哎 那个 罗汉爷 十五斤四两 有吧 啊 是 就不光十五斤四两 还挂着一个 一百多斤的 那就对了 快进来吧 进来吧 进来吧 进来了 啊 吞吐老张这媳妇 把那猪头给我炖上 啊 我给你们俩瞧点东西 媳妇这炖上猪头 她这边拿出两张画来 你们俩看看吧 一瞧这画上头一张 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刀 地上还跪着一个人 第二张画呢 厕所里挂着一个人 旁边有人 拿着一个包袱 罗汉爷乐了 你看这头一张了吗 嗯 拿着刀这种 是个江阳大道 跪在地上这个人 老张 就是你上辈子 上辈子 他把你杀了 把你身上带着钱 都拿走了 你再看这第二张画 上吊的 就是上一世的江阳大道 他欠了你的 躲到天边 他也得还你 所以这辈子这点钱 还得给你 他上吊了 还你条人命 哎呀 两口都听完了 顺着进钩冒凉气 我美托佛 人不能亏心 走到天边 报应也是有的呀 哎呦 罗汉爷 我们这谢谢您 拿这个钱 留着啊 留着 好好的花啊 别浪费 你们就隔三差五 给我买肉就行了 打这儿吃饱喝足了 这儿一出来 刚一出门 拐个弯去 没多远 又打这边 登登登登登登登 刚才那死尸又跑过来了 啪 摔在罗汉爷脚底下 激光看着 这是迷路了 贫僧住你 西天区 死的别处 那也何妨 走你 走 这又站起来 登登登登登登 往那边去了 活着时候啊 都没跑这么远的道 跑了 这儿一拐过弯来 有个小河沟 往这儿一走 在河沟的边上 坐着一老太太 这老太太 她五十来岁 穿着衣裳 很破 就坐在河边这儿 一把鼻涂 一把眼泪 和尚乐了 我就找她来了 高兴 走着跟前 医疗医生 跟老太太 坐一对联 你挺好的 老太太正哭着呢 怎么呢 来一和尚 穿着挺破 一提鼻子还挺臭 我不好 别着急 我就是找你来了 我有事 要跟你说 正要说着 又咋那边 登登登登登登登 那死人就跑回来了 摔着跟前 河沟直作丫画 打旁边 撅了一根树枝 这儿啊 在地上画图 起来往这儿跑 往东去 拐过弯 一直上那边去 路北有一大门 推门就进 就行了 走走走 走你 走 走 所有人站起来 登登登登登登 按着路线走了 老太太都傻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 也别管怎么回事 你说说吧 你为什么 跟这儿哭 不是 我儿子呀 可能是让妖精 给迷住了 我眼瞅着 他就活不了了 我们就娘俩过日子 他要是一死啊 我活着也没意思 我瞧我儿子呀 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我不如就死他前辈 我就想扎这沟里边死 但是我又舍不得他 我就难受 我跟这儿 我就难 别难过 我给你点银子 一伸手 掏出一包银子来 这银子可都是 卖药的银子 都是好东西 都是琥珀 跟珍珠合的药 拿着 拿着回家 晚上我上你家去 我给你儿子治病 你听我 你别死 别死 以后 我老得上你家去 我有事跟你说 你别闹 谁跟你闹 家走 等我去 快去 老太太站起来走了 和尚站起来 乐乐呵呵的 溜溜达端往前走 正走着呢 尤打这边 来一位 穿重达端 挺有钱 把路横住了 洛汉爷 干嘛呀 那死人是 您知道我们那儿去的吧 有人说这是谁啊 列位 这是当地一个做生意的掌柜 什么买卖呢 当年这个买卖叫化人厂 现在说就是火葬厂啊 有人说那会儿就火葬堆了 北宋的时候就开始咱们有这个火葬 一直到南宋的时候 整个杭州地区 这种殡仪馆呢 烧人地方 有好几十劲 国家还很提倡 叫化人厂 您看那个水浒传武松 武的郎那骨头 不就是和酒叔给烧的吗 他就是化人厂那儿 这种呢 就是化人厂的掌柜 今天做买买正忙着呢 又打外边 登登登 推门进里死人 趴那儿等着烧 掌柜的直做压华子 这哪个事呢 跟前有几个伙计提醒 说这个事别人办不了 一定是啊 寄功他了 人家派过来 那就给他烧了吧 这么着给烧了 烧完之后 弄个罐把骨头还装好了 说那我得问他 到底是不是 尤其是谁家的 要不要写名字 别回人家本家找来 都不知是谁 他这么着 掌柜子出来 没想到十字街头 碰见罗汉爷了 您等会儿吧 那人是您打发过去了吧 对 对 我打不过去 烧了吗 您放心 烧得干干净净的 完事拿毯子都装上了 也别烧啊 那人还有救呢 没有这么逗的 类似的事之前您也办过 我们说不管烧 您还上这儿骂街去 对不对 这回我们办得这么好 您不能这么这样开玩笑 这下没事 烧了就对了 你做了件好事 冲这件事 以后你一定能得一大胖小子 呜呜 真的吗 我什么都不缺 我就想要一大胖小子 你一定要多干好事 因为你这个前生前世啊 太爱占便宜 竟做坏事了 我可不是吓唬你 你如果不做好事的话 以后你哪怕生了一个儿子 你这个儿子有问题 这句话吓坏了 乱爷 我儿子有什么问题 你儿子以后 你别害怕啊 我不害怕 您跟我说说 你要不做好事 以后你生完儿子 你这个儿子 吐屎 我做好事 我一定做好事 你还好好做好事 不修今事修来事 不修来事 你还修个yes呢 我不能yes啊 不是 你就好好的吧 打这起 画人厂的掌柜的 真是干好事 成了十里八村的大善人 看见儿子后来也很有出息 当然了 后来他这个儿子长大了 爷儿俩还特意找了一趟技工 掌柜子说 我闻点事 当书您说 我这孩子 如果我不做好事 孩子吐屎 他为什么会吐屎呢 罗汉爷乐了 不是 爆烦了 这做好事 这东西有的时候 善财难舍嘛 是不是啊 你告诉他 你捐一百块钱 咱们帮助帮助这穷人 他不干 你跟他说 你这事不干的话 你出门拿车撞死 他就花三千万了 善财难舍嘛 这个把他安顿好了 罗汉爷看那天 心说得等着天黑了 我上老太太家去 给他拿妖酒 老太太姓冯 儿子叫冯氏露 在一个布店里边啊 给人打工 每天呢 从早晨出来 给老太太安顿好了 他上这上班去 晚上再回来一早一天 他来来回回的时候呢 总路过这么一个小山湾 小山湾那儿有一窟窿 有一山洞 也没人拿这山洞当回事 他这天从这山洞那儿过 就听到山洞里边啊 有风声 他也纳闷啊 往里边这么一探头 就觉得耳边香打雷了 又打雷又刮风又下雨 咣当一声 他就躺去了 赶等再清醒过来 跟前站着俩姑娘 一个穿一身黄 一个穿一身蓝 书中代言 这山窟里边啊 有俩要求 是两条蛇 一个穿着蓝色的 一个穿着黄色的 站在这儿 又好看 那是 又狗狗又丢丢 列位这是我形容 女人好看最好的一个词 长得漂亮 又狗狗又丢丢 特别美丽 俩姑娘站在这儿 说你醒一醒吧 她刚才都晕了 这会儿坐下来了 哎呦 吓啥了 两位大姐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 掺起来了啊 你怎么跟地上歇着呀 不是我走到这儿 我就突然间就就晕了 哎呦你糊涂 你到咱们家了 怎么不进来呢 咱家 我也不认识您二位啊 怎么还咱家 哪有房子 你往这儿敲 拿手一指 就这身后 出拉一下子 出了一大宅子 各位您后来看 这白蛇传的时候 白蛇冤 许仙也是这么冤的啊 拿手一指你看看 哎 你看着咱们家 啊 就是咱们家 你快进来吧 进来吧 俩妖精 变得俩大姑娘 一边一个 给他拉进去了 这冯氏录 今年十八 列位 十八岁的小小子 正是四明辈不明辈的时候 但是内心又充满了渴望 啊 叫进去 那就进去吧 怪臊等的啊 好害羞啊 进去吧 这儿一进来 好家伙 正当中 桌子上摆着一桌饭 又有酒 又有菜 俩大姐姐陪着喝酒 啊 喝吧 连吃带喝 高兴 吃饱喝足了 俩姐姐劝他 天不早了 咱们歇着吧 哪儿的事儿就歇着呀 进了妖精的洞府 让他歇着就歇着吧 俩人拽着 上炕休息 休息了好几天 这天早上起来 俩妖精一笑 呦 这人都走了损子了 就这脸瘦的 就一条了 呦 这可不成 这也不能死在咱这儿 死咱这儿哪成啊 给他送回家去吧 吹了一口气 咱也不知道念的什么咒语 风湿路就回家了 光机扔到院里边 老太太吓坏了 好几天儿子没回来呀 走到跟前看 这是什么呀 这是 谁拽进了一麻袋呀 扶起了一瞧 自个儿的儿子 吓坏了 哎呦 连赖再拽 弄到屋里去 也问话 也说不利索啊 你瞧这人要死 找大夫瞧 好大夫找了多少个 后来连跳大神都找来了 有的说是有邪气 有的说这说那个 咱吃药呗 僵养了一段时间 哎 稍微恢复了一点 刚恢复 这俩大姐姐又来了 找到家里来了 说恢复的不错了 啊 咱们又该歇着了 老太太那见过呀 这不对 这是妖精 这是妖精啊 但是你说完了不管用啊 你也进不去屋啊 俩妖精外卫一出信 老太太灯就出去了 这时间一长 眼瞅着冯氏录的身体又坏完了 老太太心说得了 我呀别活着 我死去吧 啊 要不然的话 我瞧着我儿子没了 我更烟心 所以才有今天白天打算自尽 让罗汉爷看见 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这会儿天也黑了 罗汉爷上他们家来了 这一进门 老太太先磕了一个 我谢谢您 眼儿有信 那个上家来瞧我们来了 您看看这就是我儿子 哦 我瞧瞧 到棍间看看 这冯氏录躺在这 这眼都睁不开了 有出气没进气 哎 别说 别说话 别说话 不好意思呢 吃点药就好 吃点药就好 一伸手啊 罗汉爷在 嘎着窝着就搓 在身上搓搓搓搓搓 搓半天 搓出一大泥丸子来 跟手里揉 揉完个手里攥着 这 这 百病全治 老太太又跪下了 您不能这样 我就这一个儿子 哎 这 我求求您 别打岔 我给他下点药啊 这丸子 罗汉爷先搁在嘴里 嚼 嚼差不多了 吐在手里 掰着冯氏露的嘴 冯氏露都要死人了 这会儿 闭着嘴 就不张嘴 罗汉爷气得 不知好歹的玩意儿 一捏鼻子 张嘴了 往嘴里一放 抓着下巴 捏着鼻子 咬完的吃下去 这个人 翻了白眼了 老太太哭了都不行了 完了 这会儿可省心了 哎呦 罗汉爷您不能这样 我儿子 你得别着急 一会儿就行了 一会儿就凉透了 别凉透了呀 这就行了 这就行了 等着 等着 又等了大概十分钟 啊 冯氏露睁眼了 哎 还臭死我 哎呀 你看 你看 你看你儿子 说话 劲头也足了 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罗汉爷 我就觉得我这肚子 凝得很 肚子疼 我得上厕所 你不能动啊 你可不能动 你知道吗 你就这样 你要是想 想方便 你就在床上方便就行了 你使劲 使劲 哎 罗汉爷 我不好意思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 一二三 走 哦 挺好 你缓一缓 缓一缓 把这床背后 罗汉爷给卷起来了 因为太脏了 都是那个病毒什么的 转好了 推开窗子 罗汉爷往外一扔 咒 扔出去了 把窗户关上 那俩大姐姐在哪了 老太太一指旁边那屋 他们家是里外间 刚才来的时候啊 那俩妖精在跟前 罗汉爷一进门 这俩人再走 走不了了 整个这房子天罗地网 罩上了 俩妖精上内部躲着去了 罗汉爷一推着门 呸 这俩大姐跟这 哆嗦都是一个了 哎呦 那个 怨他 罗汉爷都怨他 他出的主意 那个就急了 呸 没羞没臊子 不是你窜瞪的吗 我窜瞪了 你也没拦着我呀 那你还挺高兴的呢 这事就怨你 这事就怨你 你敢指我 你指我 我也指你 和尚看着 别了 不要脸的 现原形我看看 是什么玩意儿 哎 好 我们让您瞧瞧 就地一大根 地上两盘蛇 一个黄不尽的 一个蓝不尽的 这脑子都这么大根 在地上盘着 两盘 罗汉爷看看 叫什么名字 我叫 黄素贞 你呢 我叫蓝素贞 你们这玩意儿 就按色分是吧 名字都一样 都叫素贞 有个白素贞认识吗 他说我姨 不好听 改个名吧 你叫香干 你叫面具 罗汉爷 您叫打鲁啊 您怎么换一名字 香干面具不好听 那行 因为改个名字 希望你们俩 以后学好 就这样吧 这个 凡是蛇呀 蟒类的呢 你们是都希望 能成为龙 以后你俩 就算龙子哥的 好不好 俩要你还挺高兴 要罗汉爷 您给个字吧 你等吃完肖子 再说吧 他不挨着这个 两回事 以后改不改 我们改 我们以后听您的话 罗汉爷一伸手 拿出两个剪帖来 就像请剪式的东西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 揣好了 有一天 这剪帖上放光 就是我找你们俩 那会儿有用处 谢谢您了 滚蛋 滚蛋 一阵狂风 这两条蛇就没了 罗汉爷打这屋出来 到这儿来 再瞧瞧 逢是路都能坐这儿 坐在床边 老太太给弄了碗热水 这儿喝 我怎么谢您 你先别谢我 外边有妖精 找咱们打架来了 怎么又有妖精 你们别出去 我看看啊 推开房门 技工就出来了 站着院子立桥 半悬空中 真来妖精 来了一条蛇 这脑子跟八仙桌子 那么大个 您琢磨 脑子这么大个 那身子得多汗 跟水缸似的 半悬空 阴云笼罩 站着一条蛇 蛇脑子上 有一肠背后 一脸的屎 刚才扔着劲大了 蛇打着过 正扣脸上 技工就说看他 他就看技工 有人说 怎么这么些个蛇呀 嗨 严打哪咸 醋打哪酸 这还真是个蛇 但这个蛇 跟刚才那俩不一样 这个还有故事 它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 墨甘山 墨甘山在哪 各位 有人知道吗 有人不知道 太好了 这就得给这儿人说书 你一说 他说知道 这没法干了就 墨甘山嘛 想当初汪汪河驴造宝剑 这个 干酱墨烟嘛 两口剑 出在那儿 那个故事太复杂 咱今不说了 你说完之后 说不完 挖坑不合适 反正墨甘山这儿呢 出蛇出的很多 毛山有一位道士 叫蒋云 他到这个墨甘山去捉蛇 捉蛇配药 就发现 这儿蛇特别的多 而且质量特别好 比别处的都强 刚到这个墨甘山这儿 一瞧那儿 有一老大爷 跟那儿种地 蒋云一看他这脸 说你留神啊 这两天你可能得死于蛇毒 老大爷还不信呢 不能吧 你放心 你够呛 蒋云说完就走了 这大爷跟着干活 突然间 有条蛇窜出来摇腿了 呦还挺疼 干着活呢 手里有镰刀 就把腿上的肉 弯起一块来就扔了 弯起这块肉 也就这么大 像一个象棋子 把血挤干净了 就算活了命 过了两天 他又过来干活 在地上 看见自己扔那块肉 已经长成这么大块 自个儿觉得纳闷 这碗毒太大了 撅了一根树枝 一扎这肉 自己的肉 已经肿了这么大 一扎扑一些的 往外喷这个血水 整自在眼睛里边 当时就看不见了 回家之后 流黑水 然后流血水 当天就死了 这也是命中造定 就说此处这个蛇呀 特别厉害 而且墨干山这儿 这个蛇有两个 有一个蛇王 有一个蛇后 两口子 这个蛇王呢 个不大 这么大 你别看他小 他是蛇王 他特别聪明 这个蒋云 收蛇 他得念咒 他一念咒呢 蛇王拿尾巴呀 就把耳朵堵上 不听 所以逮他费很大劲 蛇后呢 有一特点 每天得上树 从树上往下摔 摔下来摔着粉末一样 一个时辰呢 自个儿还能 合成一条整蛇 所以蛇王蛇后 都逮着之后 配药 那太棒了 反正简断接说吧 因为蒋云拿蛇 这个事很麻烦 简断接说 他把这蛇王蛇后 都逮走了 他走的时候 蛇王蛇后 有一个儿子 有一小儿子 这小儿子呢 父母都让人弄走了 做医疗器械去了 生这孩子 山上来一放牛的孩子 把这小蛇捡走了 这孩子是个傻子 傻子天天拿这蛇 跟着玩 也给他拿鸟蛋 拿鸡蛋喂 所以他是跟个傻子 长大的 要不说这个孩子 童年这个成长 非常重要 你看他爸爸蛇王 他妈蛇后 他跟缺心眼的长大的 所以长大之后呢 他有点弱智 还自个儿宠自个儿 妖精都得有名字 他给自个儿起名 叫大宝宝 无论什么动物 一问他叫什么 他说他叫大宝宝 自个儿贺号 叫英雄中的英雄 就这么一个 缺心眼的玩意儿 后来这满处都去吧 还认了一干妈 这干妈是个狐狸精 干妈跟他那亲娘 那蛇后啊 好姐们 后来说 得了 我管你吧 就把这缺心眼的 这个 接到狐狸洞里去了 我得教你啊 他要跟人学 变这个变那个 实在智力不够 学了好几年呢 就会变门栓 你说变腾一下了 变门栓 狐狸说也没别的用 天天晚上拿他锁门用 一擦盒 他这狐狸一跟他说 天不早了 还在上班吧 就别在门上 就那么个缺心眼 他逐渐就长大了 长大了呢 这动物也有这个心呢 他就打算搞对象 就看上黄素贞 蓝素贞了 找人去了 我爱你们俩 俩人说你爱谁 谁都行 你挑一个挑不了俩 都就是我的 那俩说那也不是不行 那凭什么呀 你有什么能力呀 我会变门栓 啊 灯 那俩有心脆的吧 觉得不合适 说我们不能跟门栓结婚呢 那怎么办 你怎么也得像个人样才行 但他那个智力 想变人 今生今世都很难啊 后来回去跟这个干妈 跟这老狐狸哭 老狐狸说 你这要变可不容易 你先附体吧 对吧 你先找一小伙子 附在体上 哎 这些日子 附在小伙子体上 小伙子呢 被技工火化了 就这么简单 天下的事啊 就是这么简单 火化之后 他很生气 自己的生活 家庭 爱情 都毁在和尚身上了 所以今天上这来 他围着这个房子 上空啊 飞了半天了 他自己想过怎么下去 能让这和尚害怕 自个儿跟自个儿锻炼 你如何如何使相 宁为邓言 正开心的来一被我卷 胡脸上擦得实 就这会儿功夫 罗汉爷推门出来了 看着很可爱 这叫什么名字 英雄中的英雄大宝宝 和尚差点没吐了 没修没骚的玩意儿啊 去去去 该干嘛去 你看不起的 这不行 急了 因为英雄是不可以被侮辱的嘛 我跟你拼啦 往下就冲 好家伙 后边的尾巴 啪啪啪啪摔 你想象啊 和尚那是罗汉 能在乎这个吗 拿手一直 定 定住了 定是定住了 后边拿尾巴也不能动了 原来是脑袋往下扎 这尾巴后边甩 这一下呢 尾巴是直的 脑袋来回甩 一会儿就晕了 和尚挺爱看 歇会 歇会 打上面 直接下来 这个 缝去这后院啊 这嘎喇这儿 是一粪坑 他不管是他们家粪坑 就这一片啊 都跟那儿 倒东西 倒什么脏东西 排泄物啊 就这一下子 他下来 尾巴下去了 脑袋在上头 这舌这么立着下 整个都坐在这粪坑里边 这粪呢 倒脖子这儿 和尚过来了 站在这边 拿手一指 一指他害怕 脑袋都下去了 哎 一会儿就上来了 哎 和尚跟着走 他一到他 嗯 嗯 嗯 他要一个钟头 最后妖精站起来了 我实在吃不了了 我实在吃不了了 啊 和尚看看他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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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赶紧走 干嘛干嘛去啊 好家伙 打这粪坑里边 拔地而起 飞走了 飞哪儿去呢 回狐狸洞 找他那姨去 啊 姨进门 搂着这姨 搂着狐狸 委屈啊 他们欺负了 狐狸气坏了 怎么那么脏 啊 怎么那么脏 弄我一身这儿什么呀 啊 他来的时候 他这姨坐在屋里正哭呢 为什么哭呢 这里边有一个小插曲 犹打京城啊 来了一个官 公布侍郎 周恩华 周大人 奉圣命去往福建 普田 到妈祖庙 要献一只戒指 妈 妈祖庙大伙 不是 咱们老说的老娘的庙 跟他们摔娃子 说的不是一回事啊 那是两回事啊 凡是走水路 海路的 船员什么的 都供奉妈祖 您到天津去看看 妈祖庙天后宫 先有天后宫 后有天津位 妈祖是北宋时候就有的 按岁数来说 妈祖比寄宫大一百九十岁 也是神仙 这个老太后呢 皇上的妈呢 之前啊 坐船出去 差点出事 海上风浪太大 结果呢 就是迷迷糊糊的 妈祖险胜 把她救了 老太后回来之后 心里很感激 自己有一个金刚钻的戒指 就跟手下人说 你们谁去趟福建 到梅州岛 啊 莆田那儿 那是妈祖庙 把她献到那儿去 撩表我的一份心意 正好赶上了 这位公布侍郎 周大人巡查河道 就从那儿把这活接过来 带着这金刚钻的戒指 又打这儿出来 要去福建 他路过杭州这儿 半截就停了一站 船不能老在水面走啊 到了哪儿就停一下 歇一天半天 这一靠岸呢 地方官就说了 说我们这四方山上 狐仙呢 特别的灵验 而且我们这个山上啊 土地成黄 也跟别处不一样 包括我们山顶上的 观音 都是跟别处不一样 都灵的不能再灵了 是有求必应 哦 好啊 那既然你们山上这么多庙 我逢庙烧香 见神就磕头 这么着 周大人要上山 开始在山脚下 什么土地庙什么的 都拜完了 得上个山 上山的时候 要坐轿子 地方上人说 您不能坐轿子 这底下这几个庙没事 您要拜观音 必须是步行上去 为什么呢 没有人能坐轿子上去 对菩萨不尊敬 您要坐轿子上去 半截的轿得折 周大人不信 没听说过 京城也没这样过 坐轿子上山 怕什么 坐 坐轿子上山 拜观音 走离边 咔嚓一下子 轿杆就折了 周大人打轿子里边 扔出去了 哎呀 没想到 没想到 我弥陀佛啊 得了得了 那咱们走上去吧 这才走上去 走到山顶 这个 寺里边 这是 供着 但是呢 这个漫障是撂着 说这个要烧香 为什么 不让辽开看呢 和尚就说说 不能看 我们这个塑像 跟别处的观音不一样 艳丽非常 恐怕凡人看见之后啊 他走别的心思 不能 既然是菩萨 有什么不让看的 我得瞻仰瞻仰 观音菩萨 打开吧 把脸打开了 果然 这尊观世音的佛像不一样 哎呦 艳丽非常 没烧眼角啊 这个状态就不对 周的人就愣住了 就跟着想 想了半天 我怎么看他眼熟呢 想起来了 因为之前有一次 张天师进京 要参王败嫁 张天师在京里边 文物百官都经常去聊天去 周的人也去 有一次跟张天师聊天 就在张天师台阶下边 跪着一个女的 说这是谁啊 张天师说这是个狐狸 他要干嘛 他要求一些香火 说您给他吧 给他怕他以后惹祸 得了 您看我的面子吧 您看他跪着多可怜 外边下着大雨 刮着风 一个富到人家 你甭管他是狐狸是什么 您给他几年香火 让他也想一想富贵 张天师说得了 你今天给他求情 有一天你倒霉到他身上 给他三年的香火 这女的磕了个头走了 所以今天周大人 仔细一琢磨 不对 那一天跪在天师 台阶下的附道人家 和今天神龛上的 观音菩萨一模一样 拿手一指 三年了 你忘了吗 想当初我给你求的情 许了你三年香火 你不但不报恩 还把我的轿子弄蛇了 你还有天理 没有话音刚落 这观音箱 咔嚓就碎了 所有人都傻了 哎呦 这是怎么回事 打人摆摆手 你不管怎么回事 这事只有我知道 气冲冲的 又打这儿出来 咱们书中代言呢 就是那位狐仙 借了三年香火 在这儿夹冲观音 这儿没有了 只能回自个儿 洞里边哭 哭得正难受呢 傻儿子进来 弄低身屎 就这么个原因 把事一说 哎呀 狐狸气坏了 其实这不像话 甭说别人 现在说我自己 这傻子你不用管他 他也就那样了 我怎么办 没有香火了 以后我上哪儿去 我 想来想去 恨谁呀 恨周的人 就恨周的人 周文华呀 就是他的事 好嘞 你不是走水路吗 你可别怪我 我给你搅和搅和 这个妖怪呀 他也互相有穿和 甭管天上飞着地跑着 他们也有 就跟说下是一样的 你是哪个团的 你是哪个单位的 咱们互相 咱们得标起码来 咱们得如何如何 他也是讲这团结的 所以说 狐狸回过头来 找自个儿的姐们 果不其然 当天周的人这儿 就出事了 周的人来的时候 不是带着那个老太后 给的金刚钻的戒指吗 这拜完衫 再回去上了船 大馆就周福过来了 大人跟您说 戒指丢了 啊 什么丢的都行 那个不能丢啊 那是奉圣旨的一个正事 那是得 得搁在庙里 您搁不了庙里边没了 怎么会没的 来了一个大姐 穿着一身黑 就上船来晃了一下 就没了 哎呀 干了 咱们这可欺了君了 有物亡命 这可怎么弄啊 大人跟这顿足吹胸 正难过了 一回头 大人愣了 旁边坐着一和尚 也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啊 和尚脱了鞋 跟这正搓脚呢 你 您是 怎么呢 呛头啊 您是 我看看你了 你挺好的 我 我挺好的 您是 哪来的呀 不重要 我来 我来 给你帮忙来了 不是 你给我 帮什么忙 你们谁认识他呀 官船上 来一和尚坐着搓脚 谁受得了啊 您是 这个船 美到了当地呀 有当地的地方官 要给送吃的呀 补充一些个东西 所以有人认识 就赶紧把舟福叫出去了 那个不是一般人 那个 罗汉爷 怎么来怎么去 把事一说 舟福赶紧进来了 顾灯就跪下了 大人呐 这是 这是 罗汉爷 那个 纪公长老 这他老人家 你看咱们这事 哦哦哦 是是是 知道吗 耳朵里灌满了 没见过 因为他这个 公布侍郎啊 他什么水利的事 河道的事 常年在外 他不怎么在潮里待着 一听这个 赶紧过来了 哎呀 这个罗汉爷 我得求求您 您给我帮忙 别着急啊 你这是很简单 一会就行了啊 你往那儿 那儿看 啪 拿手一指 大伙往外一瞧 就在水面上边 来了一位金甲天神 手里边 抓着一个女人的头发 这女的一身黑 抓着头发 在水面上 就飞着过来了 来到这儿 天神没劲 来一抖手 啪 这女的就扔进来了 整个扔在船舱里边 啊 都傻了 呦我的天爷 这是什么呀 罗汉爷乐了 起来起来 穿一身黑好 要想翘一身造 哎呀 男要翘一身造 女要翘一抛尿 不是一扇盘 请早看 请早看 他跟这儿瞎说 这女的一不扔个站起来了 啊 头发上都是水啊 呸头散散啊 看看两边 转身就要走 走是走不了 为什么呢 他打一进这个屋 罗汉爷做法 整个这船就罩上 出不去 好家伙 连撞了几撞 没出去 站那儿就傻了 再一回头 乔军技工了 你看那个 周的人呢 连着几个差人 他不怕 他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你是什么人 你不认识我 啊 你再仔细看看 你 放老娘走 你 是我娘啊 我也是大小 没看见你啊 我 我也没想到 你 你抱抱我吧 哎呀 感觉妖精也害臊啊 哼 真着急了 一张嘴 啪 真往外吐东西啊 各位 这么大个 水晶球啊 吐出七个来 啪啪啪啪啪 这个很可怕 真的啊 你甭说他 各位您看 您各位 我里哪位啊 一摘口罩啪啪啪 你让他赶紧戴什么 是吧 很厉害 那么说这是个什么呀 那位 这是条乌鱼精 我不知你哪位吃乌鱼啊 民间有传说 小孩不到十六岁 不让吃乌鱼 乌鱼头上有七星 过去来说呀 比如说天生啊 什么哪儿 凶神恶煞 犯了错误了 打到凡间来 才让他变成乌鱼呢 他这个呢 得有四千年历史了 想当初大雨治水的时候 就有他 但是没害过人 他这个七星啊 是脑子上这七个斑点 对着这个太阳啊 月亮啊 吞气啊 修炼 五百年能亮一个 这七个是三千五百年 刚练好 但是有一些 他这个 他这种修炼是纯阴的 所以他成不了正果 这狐狸跟他是好姐们 啊 没事俩一块喝茶呀 聊天吃饭呢 看电影啊 什么 下午茶什么的啊 老劝他 你得啊 哎 这个彩阳不阴 你得这个 你得那 老劝他 今天又找他了 说他那有一个戒指 这个金刚钻 乃是纯阳之物 你得了那个 你阴阳相携和 你一定能成功 就是因为这句话 他才来着 白天上传来 把他拿走了 万没想到 落在罗汉爷这儿了 啪啪啪 望望一吐 这七个宝珠吞出来之后 祭公乐了 祭公那是活佛呀 活佛也会念咒啊 阿窝伯伯伯伯伯格口 对不起 年头多我都忘了 也不是怎么念 反正念咒吧 这一念咒啊 这个祭公这俩眼睛 出两只手 鼻子眼出俩手 耳的眼出俩手 嘴里边一个手 整是七个手 七个手 接着七个珠子 一下接在手里边 这一吐 全在手里边攥着 再瞧这乌鱼精 杀了 怎么呢 这个东西 您想一想 就跟狐狸土丹似的 它全靠这点东西了 这个没有了 那就是菜 对啊 你想 有这七个珠子 你是神仙 没这个 你就完了 对不对 等着吧 凉菜上完就是你 真害怕了 就知道对方惹不起 孤灯往这一跪 哎哟 那个 我也不知道您是谁 我求您原谅我 我修炼好几千年 我没害过人 我那个 我没想到 您 您给我一条活路吧 罗汉爷乐了 你看倒霉倒霉 你狐狸精神 你知道吗 这样吧 以后啊 你还有用处 我留下一个 在我这 那六个先给你 完事我给你一个简贴 有朝一日 简贴要是一亮了 就是我找你 找你来 必有大事所为 到那会儿成了 咱们再说后头 我保你成正国 我这谢谢您了 帮帮的磕响头 给了他 这六个球之后 这种一翻身 顺窗户出去 掉到水里边 就走了 哎呀 周的人说 您这就放他走了 啊 我放他走了 那戒指还没留下来呢 哎呀 忘了啊 您不能忘了呀 这 这咱留了一大个 大个都不管用啊 我不要这个 我要那小的 小的在这儿了 一伸手掏出来了 你看见了吗 这 就是他 哎呦呦 我彌陀佛 圣僧 我谢谢您 你别谢我 啊 马上要出大事了 你 怎么来这么个喜训呢 啊 你往外看 拿手一直窗外边 回头一瞧 这水啊 得够实战 在水面上 站着一个东西 人脑袋 龙身子 就是说 有这个东西 哎呀 各位 您上个洞窝看看去 它怎么能有呢 故事嘛 你不能真有啊 是不是啊 都杀了 啊 人头 龙身子 站在水面上 后边跟着石杖水 有人说这是什么呀 您记住了 这叫龙瑞人 啊 龙瑞人 富到人家 得了龙气之后 生的孩子 这东西 只要是一落生 直接就下海 那么说 他为什么要来 找寄宫呢 因为寄宫前世 是降龙尊者 跟着如来佛 过海的时候啊 他出了迎接来 如来佛跟他斗着玩 这个东西 小心眼 一直怀恨在心 多少次憋着 出来打架来了 都没成功 今天他来了 他往这水面一站 罗汉爷开心了 我得跟他玩玩啊 推开船舱 往这一走 突然间发现 就在船舱上边 站着一只麻雀 各位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这只麻雀 怎么呢 平常的麻雀 都是两个腿 跟着蹦着走 唯独今天 这个小麻雀 跟人似的 一步一步往前躲 别人没往心里去 技工吓坏了 我的天爷 这个事啊 怎么办呢 下面请您欣赏白事会表演者 郭德纲 于谦 谢谢 谢谢 真热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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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这儿吧 放这儿吧 谢谢 不用了 谢谢 得了就搁那儿吧 搁那儿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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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谢谢啊 姑姑灵灵送你这么一个玩 什么玩也没看清楚 谢谢各位啊 又到了 说相儿的日子了 多好啊 北斩 骑满坐满好几千人 可不是吗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这是您各位这么捧 是 这么鼓励 没错 我还是那个说相儿的小学生 我叫郭德纲 您看 那么客气 谢谢 着重的介绍一下 您客气 今天来的时候呢 其实 我五点多就到了 我就 来之后 等一会儿吧 咱俩商量点事 好的 你要不打算介绍我 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行吗 也不用介绍 怎么呢 都认识 那是 于谦老师 你就别老师 你俩合作快半辈子了 这是我最应该感谢的人 你怎么那么夸奖 看上他我特别感慨 怎么 你想我认识他那会儿 还小小子呢 这太早了 小脸蛋一掐一豆水 您可能也是太使劲了 现在看都有白头发了 上岁数了 这都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 对 倒眉毛了 埋过了 您这个 土埋的半截的 这差不多 一眨眼 一眨眼的事人就老了 真快 我去年前年说向上演出 还不觉得累呢 那时候还行呢 今年就是 战时间长了 腰酸腿疼的 你看看 他媳妇都说我 我媳妇说你什么呀 你可不如原来啦 谁说他呀 这句话干嘛非他说呀 不光你媳妇 高峰媳妇也这么说 是啊 孙岳的媳妇 好多说向上的媳妇 都这么说 人缘还不错 那 竟交朋友 我这 什么朋友 我这 岁数都大了 余老师儿子也挺大的了 是 我那个 我大儿子郭麒麟 上班好几年了 是 二十多 我那小儿子 也四岁半了 安迪 安迪 对 好多观众都知道他 是 郭芬阳 四岁半了 一眨眼 你看多快 嗯 这些日子 闹着要 养个小狗 哦 这 有个伴啊 月儿的 谁叫小朋友 弄个狗 哦 他也要 给他买一个 是啊 买了一个 天天牵着小狗 哎呦 喜欢了 太开心了 嘿 你看我说看外国人那会儿 竟是弄个小狗 跟孩子一块成长 对 就是陪伴嘛 陪伴的成长 对 天天这小狗算给他找事 找什么事 哎呀 出去 无论跟谁 闲呗 是小孩 我的小狗 对了 你叫哥哥 谁啊 让小狗管人家叫哥哥 叫谁 无论是谁 反正院里甭管看见谁了 哦 看见谁都是这书啊 叫叫哥哥 谁 没人跟他上链啊 谁跟孩子一般见 瞧见谁都是啊 叫哥哥 叫 叫哥哥 看你余老师 叫叫哥哥 我 就叫 行了 走吧 孙子 对 什么 哪儿链的呀 这都是 童言无忌 对了 你给他说出来可不像话呀 这个 不重要 这还不重要 看着他 很感慨 怎么感慨 特别的感慨 我老觉得 我跟千儿哥还是小孩呢 跟孩子在一块 就是显年轻 一眨眼 就这样 当时我刚到北京那会儿 我真是觉得 我没有多大一小小子 那时候就是年轻啊 这怎么一眨眼啊 后来有人叫叔叔了 慢慢喊大爷了 可不 这一出去 好 叫什么都 咱们有这么大岁数 你这徒弟 同孙都一帮了 那怎么了 我刚来北京 我记得 他爸爸在我眼里 还挺 挺结实 挺壮 那是 那会儿觉得 四五十岁 五六十 多一点也就是 那也就这岁数 那时候 对不对 你是这个玩意 就跟在眼前一样 是 我也不知道 哪位认识于谦的父亲 认识的少 听说的多 可能 真的 越来越觉得 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 能力实在是有限 您太客气了 整个相声里边 我只占百分之二十 剩下那百分之八十呢 于老师和他的家人 哎呀 这 静说他们了 说于谦的爸爸 说于谦的媳妇 说于谦的孩子 你真有那个 道德方面的爱好者 指责我 怎么说呢 听什么老说人家家人 如何如何的 这就难了 怎么叫难了 你们以为我在台上 说于谦的媳妇 我就那么开心吗 你还就是那么开心 我都看出来了 我是不是笑出声来了 太明显了吧 我下回忍着点 这个没有办法 怎么叫没办法呀 艺术嘛 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而且台上 说相上来说 俩人讲一故事 主人公第一就是我 是啊 第二个就是他的事 就我们俩嘛 第三种就是 我们两个之外的事 也就没别人了 我们两个之外 我们只能说自己的亲戚 别人不行 你没法说 说观众 今天说一个故事 你看就那个胖子 他媳妇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这没说完 菜道上来了 急了 你不能说观众 对 你也不能说 其他的行业 不行吗 你这说完了 明日人家一找去 咱们还得道歉 这也不成 咱也不干别的 老道歉 谁活了 是啊 就得说我们自己 只能这样 再有一个 台上无大小 台下立规矩 台上说 说他爸爸 说他媳妇 那不是假的吗 就是 哪能跟真的似的 是 可能有的时候 生活中 比如他父亲 他媳妇 有一点点事情 有什么百分之九十多 没有那么高 哪有那么大比例啊 这个 这都假的 你们要见着 于谦他爸爸 你们马上就知道 跟我说 那相声 那不是一个人 本身就不一样吗 我那是瞎说 人家他爸爸 这份的 好啊 好啊 说句良心话 没有这么好的了 真好 会活着 我没见过 这么会活着 怎么叫会活着呀 他爸爸当年 有一个口头语吗 叫什么呀 对吧 他爸爸说 老话说的好 怎么叫 人这一辈子活着不容易 可得好好的哟 这是哪来的老话啊 这是 你爸爸听你姥姥说的 还好好活着哟 老头会活着 是吗 早晨一睁眼 没有马上起床的 什么 先躺在床上 先闭脸 让身体都苏醒 你看 没有说一睁眼 挂坐起来了 那可不好 对脑子 对心脏都不好 老头先跟这躺着 脑子先 过一遍事 过事 今天打算干嘛 是串门去 是怎么样 先计划 我昨天怎么样了 想一想 昨天看了日本电影了 对 那个女演员叫什么 想点别的 想点别的 全就是类似这样吧 想来想去 很兴奋 还是想日本电影了 这才起床 洗漱完毕 先喝点猪奶 对 你先等会儿 强身见底 不像话 怎么了 你等会儿 怎么了 喝牛奶 羊奶 哪喝猪奶的 他原来是喝牛奶 那不是就完了吗 后来喝牛奶受伤了 喝牛奶能受伤了吗 喝着半截啊 那个牛坐下了 他牛肚子底下喝牛奶去 是 那是得受伤 打着起再也不喝牛奶了 这长记性了 喝猪奶从根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会受伤吗 往里一躺软乎乎的 躺着喝 跟那小哥几个一块喝 哥几个 你打哪儿拎的哥几个 就跟那几个 佩奇 乔治他们一块 没有那玩意儿 出一名语啊 这屯像这屯这屯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这你听过没有啊 听过 从来这套 喝点猪奶 这又说回来了 那是啊 喝点猪奶身体健康啊 喝完之后出去跑步 这是锻炼 他爸爸跑步 跑吧 跑步在那儿 他淘气这个老头 跑步跟淘气有什么关系 找一门 所以得找一门 踹一脚门 跑 这叫什么习惯呢 你这玩意儿啊 就踹一脚门 淘气 当然这个门是有要求的 怎么个要求啊 门里边必须住的是个寡妇 老头踹寡妇门去喝着 他倒不跑绝物坟去 这一跑 如果这门里边出了个老太太骂鸡 哪你爸爸能兴奋坏了 就爱这个 是啊 好一大圈 微微地出点汗 看都能出汗 出点汗 这得多少寡妇 管理身体 回家来 喝一碗鸡汤 这对 补一补 可以啊 这个鸡汤必须是自己看着杀的鸡炖的汤 鲜的 讲究 自己上菜市场 买一只女鸡 这都不像话了 怎么了 女鸡干嘛呀 叫什么 母鸡 这里还有广东人 什么广东人 母鸡啊 两码事 喝完鸡汤 喝完了这会儿出去 上河边 游泳去 上河边游泳去 你看 河边游泳 跳广场舞的老太太都叫过来 快来快来 看我游泳 这有什么可看的呀 老太太都过来 看你爸 有一个老太太就扭过脸气哼哼 就过劲 干嘛呀 你爸爸踢人家门来着 好嘛 这是寡妇 都坐好了 还坐着 你爸爸开始脱衣着 游泳 一丝不挂呀 光着呀 这这么大庭广众的光着 倒不是为了光着 那怎么回事 那你们看看我后背的纹身 显摆纹身 有什么 他爸爸这后背有打脖梗子 到脚后跟 闻了一条带鱼 多兴气呀这玩意儿 所以说他得脱光了 带鱼干嘛脱光 不是 你看带鱼穿裤衩 不好看 那就脱光了吧 脱光了 老太太们看看 就不用亮相了 行了行了 下水吧 丢人现眼的玩意儿回去 老太太都快烦了 你爸爸这才下水 下水 油 油的可好了 这确实好 活灵活现 就跟真的一样 每次游泳 都得让人家拿网子捞上来 太像真的了 游完之后就到中午了 这差不多 回家吃饭 自个儿打电话叫外卖 老头还挺时髦 给我来个 披萨 披萨 不像话 披萨 披萨 对 一会儿送来了 大爷给您切一下吗 要切一下啊 切八块还是十二块啊 哟 怎么切呀 你爸乐了 切八块 为什么呀 十二块吃不了 这傻小子 全吃了 这一顿 这一个披萨 全吃了 吃完躺一会儿 睡会儿叫 一会儿再起来 到健身房 去拉皮条 您这都像话吗 两点 下午两点拉皮条啊 下午两点拉皮条啊 怎么了 早点了吧 一般几点 六七点钟 不吃晚饭了 没听说了 那就不叫拉皮条 叫什么 那叫拉背气 咱也不懂啊 反正你爸爸 一进健身房 跟谁都认识 都熟啊 嘿这胖子 你又来了啊 你看这跟人斗 大哥 好好练 哟哟 小伙子 胸肌练得不错 是 大爷我是女的 哥 哎呀 还就看不清 这眼神就别跟人斗了 太可爱一个老头了 哪可爱了 这都是他的业余活动 这是业余的 业余活动 专业的呢 他专业是个瓷器专家 哦 喜欢瓷器 不知您哪位是这方面的收藏爱好者 这可高端了 这 他爸爸是瓷器领域的 这份 怎么个瓷器 我是不懂啊 都听他爸爸跟我说的 他爸爸什么 辱谣 歌谣 定谣 乐谣 他爸爸最爱的就是那个 什么 逛谣 对 什么 什么人呢 他这个几样谣 他有的是在杭州 有的是在河南 不一样 唯独这逛谣是 北京 离家近 前门大街有 几条胡吐 您等会儿 这是一瓷器吗 这个 你爸爸老说咱们有几瓷器在那儿 约着瓷器一块逛去 咱们不懂不懂 不懂您就说呀 反正你爸爸身体不好都是因为 逛谣 要玩瓷器伤身体 我上家去正好赶着你爸爸躺着躺着 怎么了 我上家去 他爸爸跟人躺着 身体不舒服 少逛点好不好 我看着眼泪我都快下来了 是吗 看着我长起来 您就是那瓷器 听不到 你那会儿没在家 这什么叫没在家呀 他大哥在跟前守着他爸爸了 我在外地呢 那会儿 他们家是哥仨 千行二 是 上面一哥哥抵一胸的 老大老二老三 这哥仨呢 岁数差不多 踩着肩板下来了 对 老大三十九 他五十 老三十四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能踩着肩板吗 这个 踮哪儿脚 踮脚 踹跨骨上 老大比你这大吧 这当然大呀 比今天五十多了 今天五十多了 大小子 是 守着他爸爸 就他在跟前 就他在跟前怎么办呢 我说你这脸色比你爸爸还惨 这 你俩谁先死 对啊 我说你 你怎么了 都不在家 哎呀 是大小弥天呢 嗯 我说你得吃饭 可不 你不吃饭可不行 嗯 老话说的好 说的是 人是铁 你爸爸郭德纲 不一顿不吃饿豆 等会儿 等会儿 我但凡耳朵不好 你就出不了过去了 这句话怎么回事 人是铁 一顿不吃饿豆 后边 人是铁 你爸郭德纲 没听说 人是铁 饭是钢 饭是钢 你爸郭德纲 他非把这句说出来 一顿不吃饿豆 说后头饿豆 大爷走 你上厨房 自个弄点什么去 吃点饭 我替你守着 我守着 你盯会儿班吧 大哥站起来 擦着眼泪 我这就回来 奔厨房 我坐在这 看着你爸 难过 你也有今天 不是 这怎么回事啊 这么足蹦的老头啊 怎么能这样的呢 哦 这么句话 那那会儿 金身头 那会儿一出去 烫 还是踹把个门去了吧 那会儿 这干点好事也成了 站在河边 捅着老太太 那会儿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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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哆嗦了 那不一样啊 那是不一样啊 是不一样啊 哎呀 那爷子 认识我吗 还认人吗 哎 还行 没事啊 准行 能挺过去 不叫事啊 还这么些老太太呢 别想喝事了 喝水吗 喝不喝 扶您喝点水 嗯 不喝 吃点东西不吃啊 嗯 吃不下去 猪奶 别提掉 女鸡 喝 来点什么呀 我要小姐 早就该死啊 什么时候了 要小姐 她要方便一下 不是这一辈子 都踹寡妇闻 到这时候 你说什么文言呢 你这 你说截小手 不是就完了吗 大爷我扶着您 啊 别动 怎么了 哎 尿完了 哎 全是床上了 啊 大爷您有什么要交代给我们替您做的吗 赶紧说说吧 王奶奶 嗯 李大妈 哦 赵婶 怎么了 孙寡妇 嗯 我多爱 哎哼 您说点正事 啊 好 大爷我记住了 啊 还有呢 还有还有呢 还有四十多个 哎哟 你找个本记上点 不用记了 替我照顾 哎哎哎哎 我找 我站起来 刚要找本 一回头看你爸爸 怎么样 眼睛闭上 哎哟 哎哟 我的天哪 啊 这 这不会 不会有事了吧 你赶紧看看呀 探在鼻息呀 摸一摸 哎哟 咕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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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哈哈 哈哈 死了 哈哈 你给厨死的吧 什么叫我给厨死的 废话 没死 你这一下也死了 这个 啊 啊 这是呢 啊 对 吐出血来了都 赶紧奔厨房啊 干嘛去 找你大哥去 通知他一声吧 那是 啊 就这一步一进厨房 怎么样 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怎么又这样 就你们大爷 真是让人尊敬 他干嘛呢 跟那 你说这会让他 炒俩菜去 他吃得下去吗 还那哪吃得下去 心都在老爷子那 服的呀 打个电话 叫外卖 凑合店不一口 啊 临时的 这会正打电话呢 是吗 赶紧来送来啊 哎 就要那个 那个 要哪个 一乐起来 俩眼弯弯的那闺女 这是送菜 他们叫 让他来送 不是他送 老子不吃 是吗 死不死 来的时候 敲门啊 有暗号 什么暗号 让他说一句 恭喜你爸爸死了 不 不说这句 不吃 哎呀 你死不死 哎 大爷 大爷 恭喜你爸爸死了 送外卖的来 饭来了 什么外卖的 你爸爸真死了 快来吧 赶紧吧 过来 瞧你老头躺在那 大爷 啪 在那就哭啊 这难过 就差这几分 可不是的吗 空音的街上见 柳音儿折满了天 在七辈子这个民安宫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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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这不是我爸爸死了 这张文雷他爸爸死了 可惜了了 仨儿子 就一个在跟前 那就可以 他也没在 老三也没在 他那会儿在取团 我正上学 北京八宝山取团 哎呀 我们这团要完 你们这团火热 火热 哎呦 那还火热呢 对对对 挨着炉子进 八宝山去 你那会儿跟团出去了 出去那个 八宝山还出去呢 出去 巡演 对对对对 你们这叫什么 下乡 下乡慰问 慰问 然后给观众送鸡蛋去 对 送鸡蛋 送鸡蛋 不是送欢笑 哎呀 有鸡蛋观众就欢笑了 哎呀 就认鸡蛋了 对对 你们出去了 出去一直没在家 老三在宝定 上宝定去 他三兄的 老三 老三是个科学家 哦 搞科学的 哎 在宝定那搞科研 搞科研项目 研究那个 不加驴肉的火热 那不是就是素火热吗 那研究什么呀 打造素火 还素火 彻底粉碎 驴火的猖狂 这驴火本身 就没怎么猖狂 啊 这会儿跟那儿 就跟客户聊天呢 还有客户呢 哎 在澡堂里边 正泡澡呢 哎呦 对得起那水钱吗 你看 啊 一接电话 老头没了 啊 老三眼泪下来了 一翻身 大池子里出来 上京石高速 跑回来了 我三兄的 裸奔着就回来了 是吗 打澡堂里 翻身就出来了 戴了眼镜 那管什么呀 大哥 那不是也光着吗 到家 一进门 瞧见老头 挺在那儿 大爷在那儿 哎呦 哥俩抱头痛哭 难受 大哥一把 就搂住老三 老三连着嘴就哭啊 是吗 小妹妹送我的郎啊 哥嘞 老大拍肩板 呦呦 送到了他们 行了行了 呦呦 行了 别含了 这是岳云鹏和孙岳 他爸爸 一块都死了 这个还有活的 没有了 你个人 有点龌龊 不是怎么竟唱这个 我说行了 行了哥哥 别着急 别着急 哎呦 咱们说这个白事 真招苍颖了 吃嘞嘞 闹快嘞 好家伙 行了 别闹了 商量商量 这白事怎么办呢 这是正事啊 于谦短时间回不来 我出去了 人家那个观众还等着 因为有的是割窝 这得换鸡蛋 有大和小不一样 送欢笑去了 商量商量 这白事怎么料理啊 对 老大擦着眼泪 把房子 家里东西全卖了 干嘛卖房啊 所有钱 给老头发送 要办白事 姐姐 我这心疼 打办白事 正说着 门口有人敲门 恭喜你爸爸死了 等会儿吧 哪那么些卖卖 送饭子来 哪的叫的卖卖 我那饭来了 好家伙 这没这么回事了 大哥一开门 战一姑娘一笑 眼睛弯弯的 大爷开心了 行了 接过来 这才进来 打开兜 吃不下去 什么东西 要了一份 辣炒的那个 螺蛳牛 也就吃点这了 螺蛳知道啊 水里的 天津叫嘎喽牛 这么大的小螺蛳 拿辣的炒的 带一包牙签 那个东西不会吃 就是 这个 所以我说呀 你先把正事说了 哪儿呢就做笨天证 说老徒这事 我认为 怎么着 把家里所有的房产地 也全卖了 拿这个钱 给老徒发送 他要解心疼 老三说 这个您想的 有点过 怎么回事 这咱的日子 咋得过呢 后边还有人呢 这个钱咱们花一半 留一半 也对 大爷急了 你又吃上了 这是急了吗 这个 必须听我的 在这个家 我行大 我说了要不算 我就是个孙子 这叫什么话 老三一听 哥您这怎么了这是 我告诉你 咱俩人 你们俩人都耽误 这嘎个牛上了 我说了也得算 我说了不算 我也是个孙子 我一听哥他答起来了 我得劝 你别闹 你们要再闹 我是儿子 你长辈了 你这 占便宜呢 这叫 说起来 你爸爸这辈子不容易 怎么不容易 为家为业 昼夜操劳 以致年老气衰 心脏之症 痛绝愈烈 最近北京著名的一师 张三李四王五赵六 牛起马八 以及俄罗斯特别请来的一师 一家子诺夫先生 好吧 全是诺夫感情 怎奈你爸爸医药往笑 他老人家乘风耳去 嫁和西归 够本西天极乐世界耳玩 去聊 我爸爸死的还真热闹 办白事吧 对呀 我劝完了你哥哥 我又劝你的兄弟 是 先给老头洗一洗吧 得洗一洗 躺在床上一个多月 身都搜了 没错 架一大锅 底下架是柴火 放水 隔着葱 姜 干嘛呀 给你爸爸洗啊 隔着料干嘛洗澡 不是 找了一帮忙的 是门口卖炉煮的赵大爷 好家伙 这要煮 他说有这个去兴气 哪那么兴气 给你爸爸洗干净了 把棺材就抬出来了 还有棺材呢 整个北京城 也找不出一个棺材来 没人用这 咱们提倡火葬啊 对呀 没有棺材 唯独你们家有一存性 有老的 这是有原因的 怎么 1928年的时候 你的祖父就是你的爷爷 在济县马申桥做生意 你祖父酷爱文物 半夜三斤 扛着铁锹 夜到东陵 打那儿弄出来 什么都没要 就要了一口棺材 金丝男的木头 很可惜你爷爷没用上 怎么没用上 偷盗文物 就地枪壁火化了 这可尽废的呀 这口棺材让你爸爸弄回来 传家宝 就搁家了 这么些年一直当立桂用 站着用的呀 一直跟那儿当立桂用 这回用上了 把它放躺下装尸体 这一放躺下 这棺材眼泪下来了 怎么呢 我他妈可羡慕了 哎 对 哎呀 这棺材站好几十年了 跟那儿 老师啊 打开盖 里边好些个东西呢 得掏出来呀 你爸爸存在香港 买的画报 还好些日本电影 哎 行行行 烧了吧 都拿出来啊 给你爸爸穿好了 带好了 放到里边去 躺好了之后 请来和尚要念经 这还按老事办 哎呀 你父亲活的时候 最爱这些个老理啊 是啊 啊 请了和尚高大法来 四十名和尚 哦 哎 正当中坐着一个 头戴披露棺 这叫大帽 是是是 眼口诗诗 开十六本经 真热闹 一边念经 一边撒米 撒小馒头 嘿 我这个经念起来好听啊 这什么味儿这经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您给我们学学 这和尚念经 来 道场成静 朕即将唱 摘出千城 上香舍拜 盘下爱中 上升好 苦海滔滔 链子 着迷人 不行 半分好 是人不把弥陀 念忘在世上 走一走 八月中秋燕 南飞一声 后脚一声 背 大眼道又回来 日死去忘魂的 不回归 把河上船来的感觉 中秋燕 众生 八发 古桥 大木 云 耳 别 接 闹 你我好比 冤 两 鸟 好比 冤 两 鸟 一 说 别念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都是 念忘经 打和尚你 这句话就搁这儿了 是吗 连念七七四十九天 僧道坛尼四澎京 倒着弯来 真讲究 北京居士林的居士 给你爸爸赚咒 居士林的来了 是是 启士林的也来了 功德林的也来了 麦当劳的肯德基的 全来了 来这么多快餐饭馆干嘛 哎呀 家里大办白事呢 不得热闹热闹吗 要搭棚啊 那是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 清晨起来 红日盆勃 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膏 搭起起大棚 过街牌楼 是 蓝白纸花 搭着彩牌楼 上下三个大字 当大事 孟子曰 唯宋死 以当大事 对 早晨九点钟 出堂发饮 先放三升铁炮 请来文官典主 武将计门 杠福二十四名 蒋经官 请出门外 上小杠 四十八人杠 后换大赵 八十人杠 杠福满都是 红英帽 绿架衣 剃头洗澡 穿靴子 一个个是满穿套裤 八十人杠 换三班二百四十人 摆开 一次长舍 吼人浩浩荡荡 威风凛凛 犹打你们家 前门大街 把棺材抬出来 直接就奔永定门 上二环奔三环 走四环 绕五环到六环 转了一大圈 晚上十二点半 才把这棺材 抬回了家 怎么叫抬回来了 没找到坟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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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